大家好,我是伯尔菲 转了一圈啊 我觉得我又应该更新新的一期北京劝退指南了 而这期的内容呢 应该是最最最重磅的一个话题了 也可能是最劝退的一期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北京的交通 为什么是最重磅的 因为我之前聊到了北京 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购物环境 再如何不好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但北京的交通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 可以说就是无解的 至少我在这里这么久 无论他们修了多少路 还是发布了多少现行现购政策 我都没有看到根本解决北京交通的可能性 或者一丁点希望 而如果你还没有来北京 或者即将来北京 看完我的视频 你可能真的要再次审视这个城市了 那如果你关注过全国的拥堵榜 只要你稍加留意啊 你就会发现 北京可以说就是一记绝成 常年霸榜第一 从这一个层面就可以看出 对疏解外来人口这个政策 他们是有多努力 但如果你常年生活在北京 可能对这个排名并没有直观的感受 但只要你去过全国其他的城市 马上就会对北京的交通 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就是毫无规划 更别提你去世界上其他 拥有同样规模的大城市 北京的交通 可以说就是一塌糊涂 那到底为什么北京可以常年排名拥堵榜的第一呢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会给你一个答案 首先北京的马路对行人极其不友好 宽阔的街道是所有来北京人都会有的感受 加上北京的临街商业可以说是极其匮乏 这带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就是你在北京靠走路几乎是没有任何体验的 这自然是没有办法和一些南方城市去比较 但我想说的是 美国的城市也缺少临街商业 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是靠汽车来满足生活需要的 北京这样的设计 也是让汽车在北京的重要性 要远高于全国的其他城市 北京的城市结构 几乎就是围绕着一些大的单位来构成的 上班购物娱乐餐饮等等等等 这之间的距离非常轻易就能达到十几公里 乃至几十公里 所以这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 步行都是徒劳的 必须使用交通系统才能去满足需求 不是开车就是打车 要么就是坐公交 而这几个选项 无论你怎么选 所耗费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 即使你是骑摩托也不会快多少 当然摩托车还有现行 在北京呢有一个共识 就是去哪都是一个小时起步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实际所花费的时间是怎样的 北京有多大我就不想在这里长篇大论了 来过的人和生活在这里的人 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得到 但打绝对不是拥堵榜霸榜的理由 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超级大城市的面积都不小 而北京最让人受不了的 不是这座城有多大 或者说商区的分布有多散 而是这座城市的结构 既然已经是为汽车设计的 但它不但满足不了开车人的需求 也满足不了没车人的需求 我也不去和那些依然在第三世界挣扎的国家去比较 毕竟他们很多人连车都买不起 只是对比一下国内的一些城市 北京的交通系统可能都是我见过最差的 没有之一 首先呢 北京现有的交通严重缺少快速路的设计 现有的2345环本身的设计密度就不够 以北京的城区面积 至少要再加上一到两条环路才能满足需求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每天早高峰和晚高峰 环路上基本上就是噩梦 再拿北边来举例子 在人口密集的北京北部 只有两条快速道路和一条只能到五环的G7 在本来就拥堵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两个收费站的拥堵点 我相信每天在京藏高速和京城高速上下班的人 都理解这种痛苦 在人口最密集的天通院 还有一条漫长可怕的利汤路 几十个红绿灯让这里每天开车变成了一种噩梦 最近听说堵了十几年的利汤路也要增加高价了 这算是个迟来的好消息吧 然后就是道路通勤效率极低 这里是北清路 原来这就是北边一条贯穿海电到昌平的连接线 但是后来北清路搬来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和公司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整个北京GDP第一的区域 这条路就变得极其重要 可是这条路的设计 集中体现了北京的路网设计效率 15公里的路程 25个红绿灯 到了晚上8点要走42分钟 可见这样的路的效率有多低 我曾无意中晚上经过了一次太原 发现市区的主干道走了十几公里 没有遇到一个红绿灯 所有的十字路口都使用扎道出入 通勤效率高的惊人 后来才发现 太原是全国快速路里程最多的一个城市 而这样的设计 又和我时常提及的那位伟大市长有关系 当然现在的北清路也要快速化了 但确实也不知道能快到哪里去 其实上面说了这么多 北京交通再拥堵 设计再不合理 也不如限购和进京镇这个政策劝退 因为即使你再有钱 纳税再多 如果你没有资格买车 那这座行事缓慢的城市 也和你没有关系 你只有两点一线 在公司和家之间 体验北京本身就很无聊的生活 而限购政策 现在也偏向家庭人口多的发放指标 这几乎就是在政策上 不欢迎单身的青年了 我想北京这些年人口减少 这条政策应该是功不可没 对比上海的牌照拍卖政策 其实现在北京的摇号政策 深刻反映出了一种执政能力的差距 这个看似公平的政策 几乎就是毫无公平可言的一种妥协 可以说就是体现了 疏解人口压力的一种政策外延 它既不能体现道路使用的公平 也不能公平的对待所有纳税人的付出 只要是参考一些成熟城市的做法 无论你是在购买环节还是在使用环节 采用一定的市场调节机制 都不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公平的政策 我之前曾提到过成都 我在这里再聊一次 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全国第一 他们既没有限购政策 也没有对全市的外来车辆进行现行的政策 最重要的他们居然没有进全国拥堵榜 我只能说人的能力是有差距的 城市自然也有 在这样的常年拥堵的城市 北京的地铁就变成了跨区出行最安心的保证 但地面公交系统就变成了一种特别鸡肋的存在 我只需要一张地图 就能让你们感受一下坐公交的体验 我想除非你并不是来北京工作 不然不会真的选择坐公交车吧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片子开头放的那个镜头 现在北京道路上的摩托车和电动车 变成了大量普通民众最常用的通行工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资格拥有一辆汽车 才选择骑摩托车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摩托车无法进入四环 才选择了骑电动车 总之在这个为汽车打造的城市 无论你配不配拥有一辆汽车 这个城市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畅快的通行体验 而北京的摩托车这个最憋屈的群体 我真的不想多费口舌 包括我在内 我相信大多数摩托车手都是遵纪守法的 但仅仅是因为一些老鼠屎 他们却总能遭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 反看电动车顶得底层人民生存工具的这个挡箭牌 在城市里可以为所欲为 这其实不只是北京的问题 电动车的问题全国几乎都是一样 所以你能经常看到新闻里 交警一边在查摩托车的改装 却对身边逆行闯灯的电动车无动于衷 来你把你车打着了我看一下 没办法一会之前也是行为吗 你这小是吧 真正玩车的人 我跟你说爱护车的人不改装 知道吗 真正不改装 原车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知道吗 现在设想改装机动车 我们先按照证据保全 在口头告知你 你24小时之后15日之内 去丰台交通支队大红门 我真的不想去指责这些骑电动车的人 也不想去指责交警 因为在我看来 他们其实都是城市交通规划 和法规制定不合理的受害者 在日本香港新加坡伦敦洛杉矶 不都没有这些问题吗 人家为什么能做得好 好了不能再说了 再聊就不是这个话题了 总之 北京是全国通勤时间和成本最高的城市 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劝退那些 还想来北京的朋友 谢谢 我是布尔菲 我是布尔菲 他是葬脑 我是布尔菲 冒